如何获得信仰?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修行罗马书的第十章十四到二十一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份差遣,怎能传道呢? 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加美?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 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 曾难听见的,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 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 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惊 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选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 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 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身受招呼那贝利顶局的百姓 因信得救,无需遵守摩西律法 这是保罗在这一本书中的基本论点 他试图向犹太人和外邦人展示信仰的重要性 为什么这很重要? 因为了解一个人如何得救将决定我们是否服从上帝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可以靠摩西律法得救 那么我们就会努力遵守律法的规定 相信即使我们违反了律法,律法也会拯救我们 然而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只能因信得救 无需遵守摩西律法 我们就会明白摩西律法的目的不是拯救我们 而是指出我们的罪 以便我们能够仰望那一位可以拯救我们的能 耶稣基督 既然耶稣教导我们需要对他有信心 这种信心会服从上帝为我们制定的计划 那么我们就不能依靠摩西律法来获得救赎 因为摩西律法并没有提供解决罪的办法 上帝的恩典才有提供的 我们会认识到 拥有信仰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提升 接受宗教教条 甚至不仅仅是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内心 信仰是使用内心 真正尊崇天父的意愿 通过求告主的名而获得救赎 那么这里也留下了一个问题 一个人如何求告主的名 在上一次课当中 我们讨论了我们何时求告主的名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西律时 为赦免罪而求告主的名 但从那时起 我们通过过上上帝希望我们过的信仰生活 相信他会拯救我们 但问题是如何求告 不是我们如何说的话 我再说一遍 我不相信我们要说一些神奇的话语 而是我们如何知道 我们首先需要求告主的名呢 好吧 首先我们必须相信主 才会求告他的名 显而易见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不相信主 我们就不会求告主来拯救我们 那么 我们如何才能相信主呢 为此我们需要聆听福音 这种聆听是理解福音信息 其实主通过他的创造 向我们揭示了他自己 但我们无法在那里 找到如何从最终得救的方法 我无法通过了解太阳的运作 月节或者地球的季节 来获得从最终得救 我只能通过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 来获得从最终得救 如果聆听福音是如此的重要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听到呢 那我可能需要一个传教士 现在我们必须要小心 认识到当保罗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新约的大部分内容尚未写成或者流传 有些福音书已经写成了 比如保罗的某一些的书信 但到那时 可能只有一到两本的福音书已经完成 而且可能还没有流传到其他地方 新约的后半部分也尚未写成 因此为了让福音被人听到 相信并产生回应 传教士需要出去传道 他们需要为此目的而被派遣 那些传教士可能是使徒 而当时拥有预言能力的其他人 那些宣扬福音并带着好消息的人的脚步是 美丽的正如以赛亚书52章7节和 纳红书1章15节所写的 而那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使徒保罗所宣传的福音 一种通过信仰而不是摩心立法的行为而得救的福音 今天我们有的新约 这是上帝启示的全部话语 我们可以在其中阅读和理解上帝今天对我们的旨意 因此当我们阅读时 我们读的仍然是那些受上帝启发的传教士的话语 因此今天我们不需要像当时那样的传教士 因为今天的传教士不会向我们揭示来自上帝的新的启示 我们可以通过听证和服从当时的传教士 从保罗时代就开始的话语来得救的 虽然说今天的传教士会帮助我们学习上帝的话语 但他们的话语并不像保罗的话语那样受到了上帝的启示 他们的话语必须要接受测试 看看所说的是否来自上帝 如果他符合新约 那么他就是来自上帝的 我们就会遵守他 如果他不符合新约 我们就应该拒绝 今天的传道人不像一世纪的时代 有预言恩赐的传道人 因为那些传道人受到启示 这就向人们传达信息 而今天的传道人则是阐述已经揭示的内容 但即使福音在保罗时代已经传扬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服从福音 保罗领愿的以赛亚图五十三章一节说 不是每个人都相信我们所传的 为什么? 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上帝的话来的 这段经文对我们理解如何获得信心很重要 如果你去听当经许多宗教人士的说法 他们说信心是上帝直接赐予你的 上帝无条件地选择那些接受信心 从我得救的能 和那些他不会给予信心的能 那么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吗? 不 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的是上帝的话语 那么为什么有人不服从呢? 这不是上帝的错 他把福音信息传给了使徒们 他派他们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 他们也传福音甚至传到世界的尽头 错的是在门 他们要么不想听上帝的话语 要么听了却不相信 服从上帝所需的信心来自我们 但产生这种信心的信息是来自上帝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在救赎上面上帝有他的一部分 人也有他自己的一部分 人不是完全堕落的 以至于他们无法听到 或者理解上帝的旨意 他可以这么做的 但是很多人不想这样做 然而有些人会的 有些人会听到上帝的话语 相信他 并通过呼范族的名来服从他 正是这些人将会得救的 回到以色列保罗哀叹 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 所长的福音 他们是否应该知道救赎将通过信仰 而不是摩西律法的实践 领到了所有人 包括外邦人的身上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摩西在生命经 32章21节中谈到了一个国家 上帝将利用这个国家激起 以色列人的嫉妒和奉恨 在那种情况之下 上帝特别提到了 他将用这个国家来服务他们 保罗通过圣灵将其应用于整个外邦人 上帝通过信仰拯救他们 而不是通过摩西律法的工作 如果以色列人理解 以色列书65章第一节中的意思 上帝说 他被那些不寻求的人找到 上帝并不是在说以色列 而是在说外邦人 在以色列书65章第二节中 那是在说以色列人 他说上帝 整天下不算服和被地的人伸出双手 上帝接受了凭着信仰来到他面前的外邦人 而拒绝了反抗以色列人 这是正义的吗 你最好相信说这是正义的 这并不是说以色列不能得救 他们是可以的 但他们不能不信仰耶稣就得救 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耶稣的话语来的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你今天观看走过圣经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意见 请在下面留言 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 请您考虑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系列中的其他视频 你也可以与你的朋友分享这个视频 这样耶稣基督的救赎信息就可以传遍全世界 谢谢